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清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719集 夏小兰真想给自己亲妈跪了 汤洪恩是能拿这种事当人情开玩笑的吗 肯定是于奶奶把事情告诉了汤洪恩 她才在今天赶到于南 现在呢 还没空和于奶奶算账 夏小兰一下子戳破了她妈妈的幻想 妈 我觉得汤叔叔不想再开玩笑 她要是说真的 您准备怎么办 李凤梅也不觉得她想开玩笑 大领导跑来乡下开这种玩笑 可别逗了 何况汤洪恩大年三十 还打算住在小姑子家 配合她刚才说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表现得太明显 这就是对外宣告主权 李凤梅是不知道汤洪恩对刘芬 怎么看对眼的 她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奇幻的场面呀 农村户口的女同志 能嫁给城里人就不容易了 能嫁给干部那就更是罕见 要不当初刘芳咋那么得意呢 梁炳安最早就是吃工家饭的 后来还当了隔壁县的副局长 但刘芳那时候年轻靓丽 老刘家三兄妹长得最出挑的一个 能嫁给梁炳安也不奇怪 早十几年前 梁炳安离当局长还远呢 汤洪恩这情况不一样 她那么大的领导干部 梁炳安就还当着副局长 都和汤洪恩够不着 李凤梅可没与奶奶那种远见 担心对方地位太高 刘芬玩不转 她的想法很简单粗暴 刘芬嫁得越好 那些以前欺负刘芬 瞧不起刘芬的人 才是肠子都毁清了 什么憋屈也能一下子都消失 是啊 你准备咋办啊 汤市长那样一点都不像开玩笑啊 大领导跑到墙下来过年 当这么多人瞎说 就为了给你解围 还要不喜欢你 把咱家捆一起 也没有人家能动心的东西啊 至于特意跑一趟给你解围 李凤梅说是真的 刘芬可以不信 连夏小兰都说 不是开玩笑 刘芬不得不信 李凤梅直接把话给扯开了说 刘芬想要装傻都不行 汤先生刚才对他说的话是真的 但是为啥呢 刘芬不懂 不行不行的 我咋能和汤市长 夏小兰挨着他妈妈坐下 妈没啥不行的 你俩都是前段婚姻不顺 都是单身 你有个女儿 他和前妻有个儿子 年龄上呢 他比你大几岁 也算年貌相当 工资 他一个月几百块 正在稳定和各种福利好 你是搞个体经营的 每月赚的钱数不定 不说赚的钱 你管理两家服装店的工资 不会比他工资少 如果一定说你俩不行 不是你们家庭条件不一样 是你们一个在鹏城 一个准备去京城 妈 这是一滴恋呢 刘芬原本心里很慌 被夏小兰一说 她思维都跑偏了 李凤梅偷偷拧她一下 你这丫头是不是傻 夏小兰被舅妈 用实际行动教育 她觉得委屈啊 差距当然是有的 别管谁说人人平等 看看小老百姓 对有钱有权者的敬畏 真正的平等太罕见了 夏小兰这样说 是想让刘芬心情轻松 说啥再婚太远了 有适合的对象 能尝试着交往一下 夏小兰以前 就是这种态度对周成的 然后发现根本不行 周成都接受不了这种观念 刘芬和汤洪恩这代人 更接受不了 改革开放的冲击还不大 在85年 社会的主流思想就是 男女的交往 就该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否则都是耍流氓 汤洪恩的态度就很端正 夏小兰胡乱教她妈妈 不成了玩弄别人的感情吗 不管男女 也别管身份地位 真心都该被认真对待 夏小兰不知道 汤洪恩为啥看上她妈妈 合不合适不说 她还挺相信 汤洪恩的人品的 人家把话放出来了 她妈妈肯定不能学鸵鸟 一直逃避 夏小兰把话挑明 就被李凤梅赶出了房间 她舅舅刘勇 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干正事 把要去鹏城打工的人名字 一个个登记了 介绍信啥的 肯定全靠陈旺达搞定 汤洪恩等刘勇登记完了 才提了个意见 你去公安局问一下 我记得去年国家的政策就有了 今年或许能全国范围内 开始办理身份证 你这样经常在外面跑的 以后用身份证会比较多 汤叔叔 现在能办身份证了 夏小兰比刘勇还关心这问题 介绍信真是太不方便了 出门一次就要开个介绍信 要不没法买票 火车票不能买 飞机票的介绍信就更麻烦了 还有在外住宿 也是要介绍信才能开房间 去年就有第一批身份证发放 不过数量很少 只有几百张 今年国家会扩大办理发放的范围 为了方便户籍管理 居民身份证的推广力度 在未来几年会加大 每个人都要办身份证 汤洪恩还给夏小兰讲了个趣事 第一批居民身份证是在京城试点发放的 其中就一个著名的女歌唱家 这位老师拿着身份证去邮局取款 邮局的工作人员坚持让他拿介绍信证明自己身份 最后还是一层层请示领导 又惊动了公安局 该老师才顺利用身份证取到了钱 报纸上都等过的是 你怎么连这种大事都不关心呢 夏小兰想了想 您说是去年夏天吧 唐叔叔 那时候我刚高考完 夏小兰听了 很心动 不出远门的人 身份证办了 也是收在家里 眼下大部分国人的情况都是这样 可对要出门的人来说 有身份证 可太方便了 夏小兰就想去办理一张 具体能不能办上 唐洪恩得看正式文件下达的时间 你不用急 回学校问一问老师 资格上你没问题 夏小兰的户口关系 现在是转去学校了 按理说 她名下的田应该退掉 这种事 民不报官不究 陈旺达还糊弄着呗 一聊起身份证 村里人也竖着耳朵听 陈旺达不走 其他人也只能留下 等到下午五点 留分再躲着也不像话 家里这么多人 她这个主人家 总要掌握着准备晚饭 上午帮忙的 还照就忙活 田小燕在夏小兰家待了半天 忐忑不安 心里各种想法都有 一直哭也不可能 没那么多眼泪 反正陈四嫂他们 一直看着她 动不动就要跪到死的小姑娘 是真心惹不起 这边刚坐上班 一群脱家带口的人 踩着雪就冲到了夏小兰家了 打头的就是田老大 大叔 公安把我家老三给带走了 这是啥意思 有矛盾 咱们村上一向自己解决 多大点事 至于报案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